今天我們要有講真打題目是什麼呢 我們要一起追求雙贏人生 對不對 會理財要理健康 是 沒錯 所以兩位來今天 不會覺得感到害怕就對了 不會不會 今天應該是收穫很多 因為已經存滿了 現在就差健康存折 兩本都把它補齊 這樣就人生圓滿 沒錯沒錯 好 四聰哥 今天我們要有講真打題目是什麼呢 請問如果睡眠品質不好 多補充哪一種礦物質營養素 能夠有效改善 財經專家知道嗎 答案是什麼 一個字 美 阿姨把答案說 好 有聽到的 我說美麗 我說美麗人生 好 如果你知道答案 把答案趕快寫到3C新聞網站 我們可以抽樣 就送給您兩本好書還有雜誌 包括就是 遠見告訴我們是聰明吃 保健食品怎麼樣才可以保健康 另外就是美的奇蹟 那麼礦物質很多 最近大家討論其美 就是剛剛講 有請小美來幫大家 先解決睡眠的問題 苡方老師為什麼要吃美呢 如果說我們健康 人生要健康一定要補充美 過去我們認為說美一定足 可是現在發覺是美 其實是很容易不足的 你看目前有很多症狀 其實跟我們身體缺美息息相關 譬如說憂鬱症好了 他們發覺是憂鬱症的病人 他其實是體內的美會比較低 像有些親身傾向的 可能比較想不開的人 他發覺他的腦積水液裡面 美的濃度會比較低 長期缺乏美的話 其實會加速我們憂鬱的症狀 有些人缺美的症狀 因為缺美其實會有神經方面 比較焦躁不安 其實跟精神症狀相同的 是難怪我們看到這兩天 新聞不是有報導 有人去追劇對不對 融入劇情之後 當然一方面他可能熬夜追劇 然後可能就睡不好了 然後又融入劇情 這個就是憂鬱症 其實他可能補充美的話 就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美能夠讓我們血管放鬆 跟神經傳導也有關係 再來就是糖尿病 他發覺如果說糖尿病的病人 如果說我們飲食當中缺乏美的話 他比較會引起胰島素主抗性 缺美人比較會發胖 缺美人比較容易得糖尿病 如果說一個人如果糖尿病 沒有控制好的話 他的美會降低 所以我們有時候臨床 看到很多糖尿病病人 他美降低 當美降低的話 就表示血糖控制不好 那如果糖尿病病人 一旦美缺乏之後 心臟也不好 所以糖尿病病人 一定要補充足夠的美 所以要特別注意這美 要特別注意要補充夠 所以其實事從我覺得你 可能美 是美一定要補充好 那吃了美就會變瘦嗎 美會變美好不好 對 很重要對不對 好 從精緻糖的美變成這樣子 但是一個美對不對 雙美 雙美 你需要那個美又那個美 就是比如說我們要雙贏 又有理財又有健康 你看有金又有美 對 多好 多好 又有錢又漂亮 大家看到就是看到先看到 金仔 金仔 不過最近金仔 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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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彈反彈 對 我有感覺應該會反彈的 還是要開始真正走回生了 應該會回生了 負利率時代來了 差不多了 OK 好 好 現在就看我們節目 可以夠健康夠賺錢 對 負利率的時候 黃金保持 好 謝謝 但是這個時候你更要顧好健康 對不對 好 那美你有吃了對不對 你剛才說你有買嗎 美定啊 但是重點你怎麼知道要去吃這個 沒有沒有 那是一個朋友就介紹我們 吃美定 就是說也是一個朋友 因為他也非常重視健康 但是我覺得吃一吃 我後來也沒再吃 因為感覺 沒有啦 因為我都很懶 因為有時候就是 每天都是要按時吃 但是有時候就出門就沒吃了 所以你三天打魚四天曬 對 沒錯 現在不是有賣一種盒子 禮拜一到禮拜天 然後一盒一盒那個啊 那個很方便 可是有時候比較長輩在用 我不知道 可是會養成習慣 所以一般老師覺得你這個部分 再補一下就更美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美可以舒緩我們頭痛嗎 對 其實像頭痛的症狀的話 常常會有人偏頭痛 他發覺補充美之後 那個偏頭痛的症狀可以獲得緩解 他有人月經之前 他其實他經常會頭痛的人 這些人有個特色 他血中的美會比較偏低 那給他補充就好了 譬如說像有個臨床研究 有81名經常頭痛的病患 對 給他補充600毫克的檸檬酸美 經過12個禮拜之後 頭痛症狀可以獲得緩解 所以人家要吃12個禮拜的 不能只有自己兩天 所以我覺得 現在宜方老師檢視兩位的健康狀況 我有個心得 就是先看到四中哥 他就是黑白白的黑白吃 所以這個也反映出 我們今天講到這個美 其實我們身上不可缺 那一定會問 第一個 我怎麼知道我缺美 那除了從保健食品 我從一般的食物可不可以摄取 對不對 等一下幫大家解惑 我們那個問題解到一半 白法還沒講完 對 這最重要 再來回過頭來 看到是 怎麼樣還你一頭什麼烏溜的黑髮 到底還來不來得及呢 我們先試試看 這是營養學方面 還有醫學研究是告訴我們 這些真的有幫助 一個是銅 銅 銅什麼食物有呢 櫻花蝦 不是 醫學研究是蓋很多嗎 對 都是蓋很多的 對 芝麻 還有腰果 蔡麗絲你知道嗎 糖 你有在吃糖嗎 不是那種 吃糖 吃糖 那個不行 麗絲是收錢的 不是吃糖吃甜的 那個糖也有一個精緻 你看 也有一個薑膜 對 其實食物中的糖有個好處 就是說你不會一下吃太多 也不會中毒 但是你吃真的 吃糖 吃糖會中毒 那不可以 一般感覺起來 都是那個零食 現在都一包一包的 然後看電視就抓了就吃 很方便 所以你記得 對 記得買這些零食來吃 不是 可是老師不行 為什麼 你有常常教我們 這個一定炸過了 一些零食都很緊 還有會不會太鹹 會比較鹹一點點 對 但是如果腰果的話 有賣沒有加糖的 對 對不對 烘焙的這些 那就沒問題 鬆子也有 所以沒問題 另外就是維生素B6 B6可以幫助黑色素細胞的形成 可以讓頭髮污黑 剛才有講到B6 睡眠不好也去 也要去要B6 對 那白髮 要告別白髮也要B6 還有牡蠣也是 剛剛也有牡蠣 因為牡蠣我最愛吃了 太棒了 好 這些東西真的要多吃 第一個 肉雞 肉雞知道 你知道肉雞嗎 肉雞 很少聽過 小圓圓的 小小圓圓的 有點像 它通常都會加一些醋去醃製 那原住民也有 有點像沖的頭 對 然後白白的 很多日本料理店都會用那個來掀查 沒錯 肉雞 那如果那個找不到沒關係 金針花的菜乾 就是金針花就對了 對 所以好 蔡律師的結論是不是就是同心協力 同跟心 然後還有B6這些 這是告別白髮 老師剛剛有可能白髮變黑的 現在 不要變白的 其實是還是可以 因為你目前的話 有些人還是有辦法 讓我們的黑色素 就是 讓我們的頭髮的黑色素 還是繼續能夠生成 那當然就是 可能要放鬆自己 就是 對 面對壓力要懂得放鬆 其實會比較好一點 要同時做就對了 對對對 要同步進行 好 所以他90分 因為運動加分了 他還是可以再加分 對 而且還不感冒 好 謝謝宜芳老師 幫兩位財經專家解惑了 倒是 蔡律師要分享 為什麼呢 他說他都沒什麼感冒 其實宜芳老師 我們好像曾經有定義 如果你一年感冒 兩次以上就代表你的免疫力 可能比較差對不對 兩次喔 對 兩次到三次 那始終就 可能十隻手指頭鼠 以前過去 你現在還是會 我現在大概一年也是 大概兩個月一次吧 那其實也真的太平凡 所以真的好好的改善一下 倒是 病毒看到蔡律師聽說 有什麼 其實我真的還很少感冒 就是說有時候 就是說你突然會覺得 可能頭暈暈的 有些感冒的症狀 那我就會多喝那個開水 因為其實你去那個診所看感冒 醫生有人跟你講說 其實藥只是幫助你睡眠休息而已 所以除非說我碰到那個 比如說像聰哥講的那個高燒 燒得很高 我才會去看醫生 不然搞不好平常有些感冒 我多喝水就已經 自己就好了 所以你都不會去吃其他的東西 什麼咳嗽藥 幾乎很少耶 我如果去那個 比如說健保卡那個去診所看 搞不好三四年都還沒有去過一次這樣 對 所以你的分數確實可以聽起來比較高一點 其實感冒大部分是症狀治療 除非是說有細菌感染很厲害 那有發炎的時候 有發燒 那時候我們才用抗神素 否則只要多喝水就可以 症狀 舒緩的症狀 那現在因為是有些是病毒性的感染的話 病毒的流感 那有時候會用一些客流感 也是幫助我們殺死病毒 所以這個時候因為是剛好是在高峰期 客流感大家就不要掉以輕 但是你在之前可以防禦 防禦些臭事包 睡眠要充足多喝水 你運動有了 所以你就說最愛海鮮 石狗公跟三點蟹 老師這個可以幫他健康加分 他愛吃鳳梨市家 這有道理嗎 那石狗公我有查過 裡面DHA EPA其實還量還不少 真的喔 其實石狗公 它那個魚本身是很多次 可是那個煮湯那個肉質 一般我們魚肉會軟軟的 可是那個九頭公 它煮起來會QQ的 那個超好吃 因為我是金山人 對 我們假設吃那個金山在地的海產 那個真的是又新鮮又好吃 好 現在注意看 這就是我們菜是愛吃叫石狗公 那市場買得到嗎 這個一般都是用釣的 而且它是很新鮮你要去買的 像我們一般去那個熱炒店 那個海產攤有沒有 對 裡面那個外殼紅紅的 有長刺那個就是九頭公 是喔 那個煮薑絲湯 那個湯汁好喝的 對 好吃就對了 很好吃 這個是內行人的才會吃的 便宜嗎 稍微短襪嗎 還滿貴的 不便宜 一尾大概多少錢 一條多少錢 一條 如果這樣子的話 一條要兩三百塊 對 三四百線比較貴 它就算比較貴的魚 那個就很桃襪的 很桃襪當然 我們賺錢要幹嘛 偶爾要吃好一點 對 健康村者這邊也要加一點點 對 對 把這邊撥過一點點補這裡 對 這樣說得過去 是 鳳梨世家的維生素C 含量很高 其實鳳梨世家也不便宜 其實我當律師 我吃過最好吃最甜的水果 都是當事人送的 因為當事人送的水果都很貴 你現在隨便去那個水果 才買水果 你會發現水果怎麼這麼貴 這是感謝的 最近這個鳳梨世家其實很甜 價格也不便宜 我當事人還有送我那個 日本那個五指葡萄 大概高爾夫球那麼大顆 那很貴 好甜好好吃 可是我們自己會不會去買來吃 不會 我也很喜歡吃 但是不會買來吃 是 所以你是別人幫你健康加分一點就對了 但是宜邦老師那個世家 鳳梨世家真的C很高 對 C含量其實很高 可是就是甜 要特別注意 好 之前我們訪問蔡律師 我就覺得蔡律師 她是很緊張 她怎麼會敢買 去買那幾個鳳梨世家 跟舊頭說 原來是那種感謝她的禮物就對了 好 那倒是據說 你還愛吃一個東西 大家覺得是垃圾食物的 是什麼呢 飲料 其實我為了增肥 有時候還刻意多喝一點 增肥 對啊 我愛喝可樂 可樂其實會有熱量會肥 聽說本來是感冒 咳嗽的糖漿 那是不是加熱可以治療感冒呢 其實這個我補充一下 又可以課感冒對不對 我補充一下 像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賺最多錢的一個投資人是誰 叫做巴菲特對不對 巴菲特他也很喜歡喝可樂 他是日夜喝 但是他倒煮是一回事 但是他真的每天喝 他說他每天照三餐喝 把它當成開水喝 就是有一個 這個可樂是櫻桃口味的可樂 他每天喝每天喝 他說他的養生知道是什麼 就是喝可樂 不過這個真的喝了 就像我們講 含湯飲料不好 但是有人就是燃不著 就上飲 對不對 可是一方老師 那這樣怎麼解惑呢 站在營養師的角度 我們先說巴菲特是80幾歲對不對 對 所以他年輕時候是 那個時候時代有沒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沒有 是窮困的時代 所以那個時候 因為沒東西吃所以養好身體 是 那我們是不是從小就吃得很好 就把身體弄壞了 因為吃太多人 吃太好煩了 對 所以反而要這樣顛倒過來想一下 那蔡律師呢 他問說 他常喝 那是不是可以抗感冒呢 其實感冒叫症狀治療 只要多喝水 多休息就可以好的 那不過呢 如果說其實真正的可樂 是感冒 就是能夠希望能感冒比較好的 那可樂配方裡面 還要加別的東西 第一個加檸檬片 第二個加薑 兩個一起去煮下去 喝那個才真的是對感冒比較好煩 最近其實賴來賴去 我們之前也破解 就是說有人說 就是網路傳嘛 你要抗感冒啊 就是用可樂加熱 他沒有說要加其他的 老師你覺得有效 還是要加檸檬片 對 加檸檬 新鮮檸檬 加薑去煮 那可是我覺得 對 因為我最主要是因為 有維生素C的關係 會讓你感冒症狀 可以獲得環境 而且可樂裡面有Codine對不對 它裡面會有一些咖啡因的成分 所以有時候會正可 可是我覺得這個也不是 不能長期用的 因為可樂其實 會不會喝多了 反而又睡不著 刺激你 對 那為什麼巴菲特要喝可樂 就是因為他不喝咖啡 一定要喝可樂 不然的話他會那個 譬如說精神沒辦法抗症 要嗨 這讓我想起來 我有香港朋友就說 他說他們香港感冒的時候 都是喝凍檸 就是說檸檬 他們把它用過醃漬之後 加在棲息裡面喝 這好像也是跟這個有點像 最主要是檸檬的關係 因為檸檬如果是 譬如說有醃漬過之後 它裡面一些比較好的抗氧化成分 可以釋放出來 對 那其實可樂喝多 其實最大問題的話 就會讓我們小美不見了 所以會把這個美給帶走了 等一下我們會講 不過就是重點是 一方老師上次有分享 你如果真的要用檸檬 還不如用蜂蜜去製檸檬 之前講過 大家可以上我們的網站去搜尋 怎麼樣做的過程 老師都教大家很清楚 還有一個就是問到說 喝沙士加鹽巴 是不是也是可以抗感冒呢 基本上 因為沙士是另外一個副方 都會給我們這樣子 有有有有 有有有 後來這個沙士公司 還自己做了一個加鹽巴的沙士 聰明 因為不管是加鹽巴 或沙士本身 因為它裡面都要和一些抗氧化成分 到底有沒有效 其實感冒本身就是症狀治療 其實你不吃這些東西也會好 就靠自己免疫力 其實感冒不是要喝水嗎 可樂跟沙士裡面水的成分佔很多 搞不好是因為那個裡面的水 你就補充水分 當然就是 因為感冒有時候是一些病毒 或是說像一些細菌 那我們不可否認 這些東西是不是對沙病毒 是有幫助的 所以那個也很難說 所以我們講還是單純一點好了 就喝白開水就好 溫開水就好 如果你真的要加的話 就用一般老師的吧 就蜂蜜檸檬吧 對 蜂蜜檸檬它是 的確是有 真的有在科學上印證的 而且真的不難喝且好喝 因為如果你喝錯了喝多了 把你人生的美麗還有這個美也帶走 我們要怎麼知道 我們自己身體美不美 是不是需要他呢 還有大老闆都怎麼養生 一定要鬼桑桑嗎 等一下我們一起分享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同乐时代 来尔夫满百送刮刮卡 怎么刮都有奖 哇哦 还有东京双人机票 人人都有奖 只在来尔夫 感冒了 感冒了 大正白宝能 颗粒剂型吸收快 5到12秒快速溶解 有感冒征兆 及早服用 真有效 日本领导品牌 大正白宝能 Pablon 你今天吃了什么 你运动了吗 每天疯传的健康资讯 多到报 回言耸听 真假难辨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不要轻忽小问题 魔鬼藏在细节里 专业顾问团队 守护健康大小事 我是雅芳 发发健康友芳 让您健康恩赐方 周一到周五 每天晚上九点 三立财经台 三立新闻网 恐怖播出 二十一世纪不动产 全球最大房仲品牌 用心深耕台湾 二十一世纪不动产 全球最大房仲品牌 两万不到 两万不到 即日起报名 Lamigo中国八大行程 现实优惠只要19980 让您轻松旅游 无负担 Lamigo I saved your life by bringing you here I knew this day would come Something's coming 4月1日 科洛逢10号地窖 一般牙刷 裁切研磨 比较粗糙 容易造成 法郎值及牙龈受损 我推荐 德恩奈 极净细丝牙刷 全新素材 一体成型 细丝刷毛 不伤法郎值及牙龈 洁净长鲜 能伸入牙缝 及牙龈钩预防助牙 护营短线 能按摩牙龈 清洁齿面 给牙齿双重保护 德恩奈 极净细丝牙刷 OBQ3 驾驭框架外的精彩 19万配备 免费升级 在小分级零利率 进化科技 定义未来 好 我们讲吃补之前要先补知识 那您身上到底缺了哪一些营养素呢 我们要先补一下知识 好 我们今天请教大家的考题是什么呢 来 请问如果睡眠品质不好 多补充哪一种矿物质营养素能有效改善呢 对 这一定要知道答案 因为对我们身体的营养素来讲是不可或缺的 那吃对了也可以省荷包 健康才可以加分 答对的话 也记得要上三星期视频网站分享 那答对 宋远宁远见健康专刊 保健食品的全指南 还有您美不美 那么美的奇迹到底是什么 也告诉大家 好 那告诉大家还有什么 吃喝倒休博 那大老板的养生 我们知道一口袋很亲密 可是他的养生的方法 是不是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做得到呢 是 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们常在跟一些大老板接触 那想说他们有没有什么养生的伙伴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几个 第一个就是营建业老板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内营建业老板 他们最喜欢做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每天晚上都要高杯 要应酬 对对 你的酒量都有得好 对 他们都很厉害 他们常都可以打 因为亚房以前也跑过产业 对不对 你也知道 但是我没跟营建业老板 跟我去玩 很厉害 那个老板有时候那个 我都可以打通关 那叫什么 生水炸蛋 他们很厉害 所以他们很喜欢吃什么你知道吗 在什么 牛樟汁 对 因为他们 像我去很多个这个 营建业老板的这个 这个他们的办公室去看 然后每次讲到这个公司讲完 就是说 师聪 我補你一个好东西 然后他就从他冰箱里面拿出来 拿出来一个就是菇 牛樟汁 因为他们都自己养 养在牛樟上面 对耶 他就跟我说 那个牛樟的那个木头 大概这样一大块 亚房你知道多少钱 那是断木那个去 对 你知道这样一块要多少钱吗 他说这样一块要三十万 对 问题是有几块 好几块 他都放在他的冰箱里面 然后他就把它切成切片 切成切片之后 每天喝每天喝 泡水 对 泡水喝 对 然后他就说 吃中 你喝一下 我就喝一下 走 我们马上就去喝了 所以他们大老板 迎接的大老板都喝 拼酒之前 先来一个解药就对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他们都会分享这个 那另外还有金融业老板 金融业老板的话他们吃什么 来这个 吃什么 这个很有趣哦 东格阿里 东格阿里 大家可能就比较没听过这个东西 老师金融业要比较补什么 金融业 反正头脑 资讯 脑袋 对对对对对 对 没错 这个是补脑 补脑的吗 它这个是 其实这个东格阿里叫什么 它是东南亚 这是去东南亚买的哦 东南亚的人参 叫东格阿里 对 我今天有带过来这个 这个就是东格阿里 就是食物就对了 它是一种东南亚的树 一种树 树 树的树 树的树根最好 它的部位不同 然后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 效用跟效果 要不要讲还要几年生的 当然是越久越好 然后越这个 如果纯度越高的越好 那你知道它这个东西 是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吗 补什么 我刚才想说补什么 一个是对痛风 因为你知道老板都常常喝酒嘛 一样它也是痛风 另外最重要的来了 它会让人家叮叮 叮叮 哪里叮叮 它里面的 所以我讲直白一点 就是这是 马来西亚对不对 对 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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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 它这个是跟 听说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威尔钢 哦 东格阿里 对 所以我们国内很多老板 你知道有人去东南亚就说 你帮我买一些回来 所以这个是跟牛蛋一样是泡水喝吗 对泡水喝泡水 那这个价格其实 如果大家有去东南亚的话 这个价格其实落差非常大 你如果便宜的话买 10公克的话 大概是 大概100多块 那是胜还是整个 胜 胜 胜 因为现在拿一块就差不多要100块 差不多100块 就泡水喝 泡水喝 天天喝吗 对天天喝 有效吗 四冲哥 那我喝 因为我本来就还不错 没有 我喝了一块给蔡律师喝 那今天有看着都五分 帮我们摄影大哥 对对对 所以这次你说是金融业的老板特爱的 对对对 那另外一个电子业老板喜欢吃什么 什么 他们现在最喜欢吃北韩人参 因为我们知道说 现在的这个电子业老板 他们都肝都不太好 对不对 我们前一阵子也非常多老板 劳心劳力 对对对 那为什么他要买北韩人参 因为人参 我们以前都说南韩的比较好 对不对 对啊 北韩的更好 而且北韩他现在缺外汇 他现在可以卖出 所以他们现在每次有人去北韩的话 都带一堆北韩人参回来 让大家吃这个补肝的这个状况 是所以这次你帮大家特 应该说是独家分享 那么不同的行业 他们喜爱的应该保养生平就对 好这是大老板爱吃 但是看在我们一般人 这真的是 有的贵酸酸 那一方老师怎么看呢 其实当一个人疲倦的话 表示你身体出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疲倦要靠人参去补的话 表示说你已经把自己蜡烧得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还尽量不要用这种太激烈的方式去补身体 尤其肝不好的时候 休息其实是最重要的 那可以 现在还可能可以换一比较价值也没那么贵的 牛樟枝换成姜黄呢 也是可以 其实牛樟枝它的好处 牛樟枝其实他们最主要是当初原住民不是很爱喝酒 可是他们原住民竟然肝其实有些还OK 还蛮有体力 所以他们发觉可能是跟牛樟有关系 其实姜黄的效果更好 因为姜黄可以预防更多的癌症 所以我觉得大老板这些东西 可以转一个方向 对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转一些方向 譬如说东哥阿里话 其实有些东西也是蛮 那你吃牛樟就好了 对 其实补薪其实就蛮好的 薪啦 对 薪啦 对 不过这个说实在 这个感受就不知道怎么样 要吃过来才知道 葱就知道 所以其实四聪已经透露了很多秘密 原来这些大老板晚上在做些什么事情 他都说是金融业的 不可能有些替代的比较好 不然那些小脂肚吃在嘴巴里面心会痛 核爆会痛 对 所以我就说这是好野人 对 好千人做的 可是那北韩呢 那换成什么 人参 西洋参可能没有那个 对 其实应该讲牛樟 牛樟 对 就是一种人参的代表 也是有它的效果在 所以严谨 那台湾其实很小的 姜黄一样有人参味道 也是可以 因为台湾天气比较热 也是OK的 所以不用担心 但也许我们羡慕大老板 可是我们也有其他的方法 我们不敢说是取巧 那也许是适合一般的人 那这些大老板吃这些 讲保健圣品 可是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 其实就只是缺个美吧 对不对 好 一方老师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讲 你要怎么样知道自己美不美呢 老师 看你有没有危险因素 比如说你只喝瓶装水 不喝一般的自来水 就只喝瓶装水就对了 对 然后很喜欢吃加工食品 三餐老师在外 然后就是有时候 我们喜欢喝咖啡浓茶 乱减重 尤其是像低蛋白高鲜的方式 爱喝酒 爱喝可乐 然后钙片吃太多 然后有压力 那有些用力尿剂的也容易缺美 其实在美国呢 大概是目前美的摄取量 是一般建议量只有一半 那哪些因素能够帮助 我们美吸收更好呢 B6 维生素D就多运动 晒太炎 对 晒太炎很重要 也可以乳汤可以帮助 乳汤担心的话 可以喝优落乳 那尽量不要吃太多的补充剂 因为补充剂的美呢 其实吸收率不好 要用天然食物 天然食物什么食物里面有美呢 天然食物里面 让你水当当 好 我们讲这个前三名 有蔬菜类跟全骨类 跟坚果种子类来排行 我们先跟大家讲说前三名 为什么有讲蔬菜类 因为吃多都不会胖的 是什么 黄公菜 黄公菜 野餡菜 黄公菜用名是叫做 日本的空心菜 荷叶白菜 其实白菜类里面都含了很多 像金针花也有 也有 对 记得白菜很多 好 地瓜叶 全骨类像一些米胚 小麦胚 小麦胚 红薏仁 生莲子 超义仁 红糯米 你看我今天就用这些做个好食材 所以我们把前三名圈起来 刚才我们也有放到我们的FB上面 随时可以去抓这个资料 好 坚果类 坚果类呢 葵瓜籽 白芝麻 黑芝麻 这些含量都很高 所以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 其实我们就不用担心 美会群 好 第二老师 成人摄取量大概多少 很美 男生女生有差别吗 有差别 男生大概是建议量380毫克 女生大概是320毫克 所以你看看 如果说你一天吃两三排的青菜 其实量就够了 这样就差不多够了 或者是从这边再来补充一下 或从全骨类 好 人生就水当当 有美有精 对不对 但是今天很特别 我们余芳老师还特别让大家 美上加美健康大原味 好 跟大家来分享 余芳老师这个食材 大概有哪些呢 刚才含美比较多的食材 譬如说莲子 雪莲子 黑糯米 我今天是换成红糯米 红糯米更高 好 我们是有红艺人 红艺人就超艺人 也是含美特别多 那里面 美要有蛋白质吸收才会好 所以我加个土鸡 加个甘香菇 那里面为什么加番茄 因为番茄其实也能够帮助其他的 因为这些食材里面 除了美之外也有含芯 番茄里面有机酸 能够帮芯的吸收更好 荷叶白菜里面有没有美 太老虽然去帮我们弄荷叶白菜来 是 其实很简单 我们把所有食材 就把它炖 放在电锅里面40分钟 外面放两杯水就炖好 就OK了 这边已经炖好了 其实他昨天晚上很辛苦 已经先把我们准备好 这个食材 你看看 哇 这个看起来就很有料 对不对 要跟我们这个人一样 要有料 有美 好 我们首先先把青菜烫好之后 直接放进去 最好是这些就是基本 就先做基底先弄好 对 基底弄好 青菜烫好之后 把它放上去好 好 然后这就是刚刚讲 荷叶白菜 荷叶白菜 对 好 如果在调味的时候 然后就加一点葱 葱花 对 其实它 因为它本身味道很鲜 你几乎不太需要加盐巴 我们要吃原味 所以老师不需要加盐巴 其实不太需要 好期待 好 我们把它和一和 所以老师说 美一定要有什么 相辅相成 要一 对不对 对 还有乳糖 对 然后有蛋白质在内 好 对 还有维C素D 要多运动 这就好好吃 对 而且重点是很营养丰富 原汁原味 让你这双影人生之外 还美上加美 对 永美又有那个 而且荷叶白菜 老师 我们有时候买白菜 没有去注意到说 是不是荷叶白菜 所以有时候要特别去选一下 对 因为 我这莲子好大 要白菜 对 白菜本身含量比较多 是要先泡水炖吗 我今天是用生鲜的莲子 生鲜的莲子 好吃吗 好吃吗 好香 好香喔 你们平常应该没有吃过这道 双美人生吧 你看 没有加盐巴 美丽人生双盐黑米鸡汤 而且老师还特别 帮我们精挑好食材了 如何 雪莲子维生素B群也很多 雪莲子 我觉得这个也算很难 刚刚是说谁需要B群的 对 其实我们现在都很 我去吃了 我会想吃了